我们主要大概我们目前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四次 所以前面几次部分的话 如果你还是不太熟悉的话 请各位回去稍微看一下 那总共的话我们已经讲到第五类 所以回去的话 假如你对于前面几类部分 你还是不算熟的话 建议请各位务必把前面部分先熟悉 那主要有哪些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环境 你一定要学会备份 而且备份的时候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先把它压缩起来 不过压缩前可能这个不能开 你就可能把它关掉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建议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用7ZIP或WIN RAR 建议压层ZIP 因为RAR别的电脑不见得有 你可以把它压缩起来 那另外的话 我建议一定要压缩的这个 因为它里面小档非常多 所以有的时候光备份 备份太久 所以建议你可以把它压缩 尤其是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像我上次就没有 你看这个压缩起来 你看它才一枚多 但是如果你不压缩的话 它就是小档 慢慢慢慢去帮你跑 跑很久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跟这个 那这个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 不备份也没关系 你就重装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说你怕麻烦 干脆你也是一样把这个 这三个把它压缩 压缩之后 如果你换到另外一个电脑 把它放过来之后 那基本上呢 它就又可以重新启动了 只是重新启动之后的话 可能会需要做 一个设定就是说 你要告诉它 Eclipse 你的那个 这个Python3732的位置在哪里 假如把它备份起来 我可能 今天下课前 也会再把它备份一下 因为 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像本来是要换电脑 如果换电脑就麻烦了 OK 那它打开的时候 一样会问说 你的workspace在哪里 那我们再低谍这个目录 所以未来 如果你换一台电脑 假设一样的位置 你就不用动了 反正跟它讲这个位置 如果换的位置 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在browse一下 跟它讲说 我换在另外一个磁碟 假如一一碟 其他磁碟OK 然后把它滥取一下 它就直接启动之后 那启动之后的话 最重要就是说 你可能还要再确定一件事情 如果说这边全部变红色的 那表示说它找不到 那个Python的路径 那你就到哪里 Windows里面的这个 Pythonics这边 找到那个什么呢 PyDIV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Interpreting 这边里面 然后把Python这个找一下 那也就是说 这个路径应该是跑掉了 所以你就把这个路径 重新再给过一次 New一下 那一般是怎么做呢 你就把旧的remove掉 OK 里面空的嘛 你再New一下 然后跟它browse一下 跟它讲说 我那个Python3732在这里 OK 你就把它点开来 点到它 那或者是说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你 像之前同学环境坏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干脆你把这个木砍掉 重新装一遍 重新再run一下 有时候就好了 或者是说现在是3.7 那再过几个月也许又变3.8 那你就重修一下 再重新指定一下 它就变新版了 OK 也是有可能会遇到 你就把它开启 然后OK 然后它就把这个资料 全部找到之后 它里面DL 它的韩式库 它的相关资料 还有这个什么side package side package就是 网路上下载的一些 外部的套件 比如说像有一些东西 它本来没装 但是它也帮你放在网路上 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 就OK了 当然比较常用的像什么 网路塔装 request 跟那个beautifulsoup 有一些套件后面我们会提到 它都不在 那个我们现在装的环境里面 所以你还是要去装 它会帮你下载在这个 这个目录里面 有没有library 这个lib 实际上就是library library就是韩式库 也就是它需要用到的一些韩式库 那我前面讲过了 韩式库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制定函数 那个东西 它只是说很多很多的 那就是集合就变一个韩式库 OK 那这个是它写的 按OK之后的话 它就进来 那个apply close掉 OK 那都OK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那第一个环境你一定要会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基本的一些变数跟变数用 长数用比较少 变数部分的话可能就要了解怎么转型 字串跟数字一定是不一样 那数字里面又分成整数跟那个辅点 就是有小数点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运算式 运算值那些符号等等的 还有数学函数Mate这些相关的应用 那最重要是这个格式化 用format的输出 所以你对这些假如不熟的话 回去要多多练习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考试 就是现场考你不能想太久 你要把它马上做出来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选择叙述 就是逻辑 包含就是if if else if else 回圈 再来一些那个进阶的那个控制 那其他的话还有第五类 我们上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这个方悬部分 怎么样制定那个函数部分 那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串列 OK 不过在讲第六列这个部分之前 可能我们会先讲一下那个 就是云南白板里面的第四章第五章 那第四章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VBA到Python 其实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把希望把那个 前面我们练习过Python的范例 再把它转成VBA的话 其实大概写法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像那个成年未成年的话 那基本上的写法 可以再把它写 不过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都做过 所以请各位也许自己练习一下 包含什么呢 包含那个一重逻辑 是否为成年 然后两重逻辑 成年未成年 或者多重逻辑的话 就是那个未成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题 那在Python里面是这样写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写 在VBA里面是这样写 那写法有哪些不一样呢 基本上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提过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Input 它这边叫InputBox 多一个Box 它会跳出来 那那个Python里面是在下方出入 那另外的话 Print把它改成用MeshBug MeshBug 就是跳出一个视窗 那其他的话包含什么 if一样 只是大小写 在VBA是大写 但是VBA里面 你不用说你一定要全 就是我的习惯是全部把它打小写 那它会自动帮你 就是你一开之后 它自动会把手字自动变大写 但如果没有的话 表示你自打错了 有的时候那VBA里面 你都可以打小写就对了 那另外的话 它的这个方向 这个符号都差不多 差别就是说 冒号里面把它改成任 然后其他的部分 你会发现逻辑 这个都一模一样 只是也是大小写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这个写好之后的话 你要把它转换成这个 基本上也不困难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那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好了 把这一题试着转移到这边 那我们再来那怎么样转移 第一个一定要开启那个VBA 第二个的话 一样再把那个其他命令 前面讲 因为你VBA的环境很简单 它其实主要就是把它工人打开就可以了 开发人员 按确定 然后把开发人员里面找到VBA 它就出来了 那其实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已经内建了 但是它预设值不让你打开 主要原因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不是每一个办公室人员都需要这个功能 会开启的话 多半是办公室里面的开发人员 不过其实现在很多学VBA的人也不见得是开发人员 办公室人员其实学的非常多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上课 VBA 学习的人都不见得是他本身是那个资讯领域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想要增加工作效率的话 一定要来写程式完成 否则的话他每天一直重复那些动作 不类似 那有同学问说 那有哪些可以帮忙自动化 其实只要你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用VBA写 因为VBA里面每一个物件都有 也就是你只要能够找得到那个物件 去做那个动作就可以了 但是你想说老师可是我有些东西不会写的 怎么办 这边说Excel有一个特色 VBA有一个特色 你不会写 他有一个功能叫录制聚集 这个录制聚集是什么 就是那个功能你不会 你可以用录制的方式把它录出 他对应的程式 也就是说他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这一点导致还蛮棒的一点 因为其他语言没有这个功能 你不会写的程式你就不会写 但是VBA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式告诉你怎么写 那也就是说一般如果你刚开始想要学VBA 但是有些不会写你就用录的 但是第二个你可能要慢慢进化 录之后的东西可能不符你的使用 比如说你可能做那个动作只做一遍 那你要重复做的话可能你要再配合VBA 就是自己写一个回圈就好了 比如说你有范围你就后回圈 如果没有范围你就都换回圈 也可以把那件事情重复做重复做 所以录制聚集这个是我觉得是VBA里面一个 还蛮大的特色 他自己帮你写程式 那写完了程式就帮你放在聚集里面 或者你在VBA里面也找得到 这个还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导致 如果你说Python跟VBA比起来 这一点VBA导致真的是蛮方便的 另外的话资料库部分 其实eSale本身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你就直接把资料放在这上面就好了 但是那个eSale里面当资料库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比数有没有 这个是一比两比三比 就是一列两列三列 但是呢一直往下 总共有几列呢 之前我看一个新闻 好像真的有个外国人 他不知道有几列 他就一直把他按住 一直按住 然后呢他就手不能放 然后最后他知道答案了 1048我觉得 其实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嘛 卡错键向下不就好了 我看那个新闻 居然还每一台新闻台都播 我说你为什么卡错键向下不就好了 但是那个外国人他不知道有卡错键向下的功能 卡错键向下 卡错键向上 卡错键向右 向右就是最后啦 所以最后可以有这么多栏 XFD 我记得好像是255×255 就这么多啦 OK 好像65536吧 6536蓝 所以他总共可以放多少 就65536乘1048576就这么多 哇 不过呢 当然如果跟资料库比起来 资料库没有10485 104857就104万多笔的上限 那当然也是有有 不过其实啊 如果你只是做小量资料复理够不够 应该够了啦 100多万 如果不够的话 你再开一个新工作馆 再放就好了 OK 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 那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把那个 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年龄的部分 H可以把它稍微转一下 然后其他题也许就是自己在找个时间 我们先再把它转一下 H的那个练习题 好像我这边有个H吧 那你这H如果要把它转过去的话 其实一般就是把这个H 我们前面写过的 然后把它放在VBA 那VBA怎么放啊 他一样第一个 你要按右键先插入一个module 我们是在Python里面的单位是module 但是他这边的话 module里面还可以写很多的副层次 所以会在module里面呢 再插入一个程序 有必要放这边 插入一个程序 那名称的话呢 我们取叫做多重逻辑好了 比如说这个多重逻辑 那你就插入一个名称叫多重逻辑 就是插入程序 他这shop按确定 那这边就有 那你就把怎么呢 刚刚这一段程式 直接就贴到 也许啦 如果我们要转换的话 直接把它贴过来 但他一定会 会播 K为什么有些东西他看不懂 按个TAB键 像桌牌一样 那就把这边稍微改一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 方便先还给各位 这边贴下来 点机最后 这边的kk 谢谢大家